手绘图转成向量图档 我们用inscape来做处理 那这张是手绘图对不对 那手绘图我们建议线条要画稍微粗一点点 转成向量图档在辨识上会比较有没有问题 那怎么给inscape呢 当然使用手机来拍摄是最简单 如果有可能使用扫描器来扫是最好 那手机拍摄的时候呢 可能周围看到这是我们的桌面对不对 那建议呢在你的手机呢 安装office lens 这个是指可以拍是什么 如果你使用office lens拍 你可以把这张照片只拍摄 我们白色A色的纸张 就不会有桌面的一个画面出来 好来启动office lens开起来以后呢 第一个去照这个桌面上就出现了吗 侦测动作 看到橘色的框会在这个位置上如何 如果确定已经在抓到位置的时候 再来点选白色这一颗镜是什么 拍摄 拍摄完以后呢 再进到哪里 图片图库 这时候就变这样 哦 那桌面就不会出来 这是最干净的方式 当然如果有可能 当然用扫描器扫描 是最方便的 好 接下来 我们再进到inscape来处理 变成像样的图档 那在inscape开起来以后呢 使用档案的 汇入 把我们刚刚呢 使用手机拍摄或扫描器扫描图把它叫进来 好 这个把它开起来 按确定 那这是个点阵图哦 点阵图当你放大的时候 其实会拍摄有句子状 看到吗 旁边有点粗糙了 再放大加 我按键盘的加 是放大 减是缩小 那怎么变成像样图呢 透过路径里面的描绘点阵图 这时候来看一下 诶 这边有三个选项哦 第一个是亮度界限值 诶 他跟你讲 我帮你抓成这个样子 第二个是边缘 侦测边缘 哦 长这样哦 第四个是颜色量化 当然这个是不行的 那如果多一点呢 还是不行 哦 这个 那看来里面的效果最好是哪一个 这个 那这个以外零界值还可以再调 比如0.1的一个效果 取消再开一次看看 哦 0.9 0.8 取消再及时预览 哦 长这样 对不对 0.99 这都可以来试试看看 哦 0.9的超过0.8就好了 好 取消再回来 长这样 如果确定没问题 按确定 诶 这样已经处理完了 有没有看到变黑了一点点 那事实上已经变了两个图形哦 上面这个是相量图了 下面这个是原来的点阵图 好 哪里有不一样 我们再把它放 我再把它拉靠近点 按加放大来看一看 呃 好 一样是仓幅比仓幅吧 按加放大哦 来 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相量图处理过 这是原来的图 当它在放大的时候呢 旁边就一点一点的 开始不清晰了 有看见吗 哦 这个 那黑黑的这地方 简缩小一点 黑黑的地方 已经是我们处理过的 项亮图很棒哦 所以把原来的 那个下面这个点阵图 把它删除 哦 已经做完了 已经把那个点阵图 描绘成项亮图 描绘成项亮图 可以做什么呢 这个是线条 我随时可以改颜色哦 我可以改颜色哦 哦 颜色可以在这边改 要换成什么颜色都可以 那这个图 当然也可以给雷射雕刻来使用 雷射雕刻呢 这时候我们就进什么呢 档案的 另存心档 那这时候呢 inscape图形档的副档名是 sv区的 我就把它改成什么 这个叫做 这档案名称 我们的取名叫 仓浮 仓浮雄大星这个 把它储存起来 那就是一个限量图形档 当然限量图形档呢 按右键你可以再透过填充与边框 再来做一些设定 好开起来 哦 这个是填里面的哦 里面想填颜色可不可以啊 哦 这是填里面的地方哦 这周围这填的都是里面的填色 目前是在填充地方 哦 你可以改成建成的 哦 这个不是 这已经是填空的地方 这边给大家调 那这个地方呢 建成色 哦 我们用磁性的方式来调 那要不要描边要 描边 哦 打叉是不要 点这里是要 描边的色彩呢 我希望填的是红色 哦 出细可以在这里调 目前是0.265 我把它设成什么 2好了 这个 哦 好难看 对不对 这个地方 哦 这个地方 那这里有一些小细地方 那我们把 0.265 这个 如果不要呢 就直接点选这个 就只有纯色就好了 好 我们就打上边框 就留了这个 那这个就处理完了 好来 那我们刚在做的时候 发现这地方有点点小误差哦 我把它改成黑色看看好了 这里有多这条虚线耶 我们要把它去掉哦 我刚没有发现到 这里有漏掉这条线 看见吗 那怎么办呢 使用这个 矩形工具 选个原色吧 把它框起来 好 这时候再使用箭头工具 缩小一点点 框起来包含下面的图 有看到吗 这是要进什么呢 物件里面的 剪裁 设定 这样就好了 这样才不会包含 刚刚的周围的不好的一个地方 加放大 诶 这样好 改完以后最后再来点选 把刚刚档盖掉吧 储存 好 这倡户熊大型就 完成了这个向量图一个制作 好